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圈盘靠的就是即兴 而这尊大妹母就把上一话分梦里洗的迷子们给统统抓回来啦 那怎么样 魅度不输隔壁棚的想主席吧 不再延迟的少女透过音乐的力量让乐团重回昔日美好 无论是麦果里的头目里还是孤独摇滚的波子讲 怕生内向孤独却又渴望被人接纳认同的人格特质 在近几年的作品里也是越来越常担任主角 可谓是真色恐时代啊 也许这也是现代人的共同调性 不停加速而变化无常的世界 又可曾注意到每个在世道理财富再生的灵魂 发达的科技专为每个人定做的演算法 仿佛在人与人之间足起高墙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高速拉近 人心之间的距离却有如此遥远 或许在人群中的孤独感 抽离感以及矛盾感 是迷茫世代共同的缩影 我们总能在这些角色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看着角色在剧中突破与成长 内心总能感到一丝慰藉与救赎 我想在看迈狗的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吧 孤独是最能代表托姆里的一个词 处于人群中的格格感 使得他的青春岁月中刷上了一层灰阶 在写这篇时我是参考了许多资料 不外乎是迈狗相关的角色 还有邦邦的历史 动画则是不知道刷了几遍 甚至亚斯伯格等医学相关知识 也都有去研究了一番 我感觉我都快变成登学家了 这边是什么样的思维 什么样的经历 导致这样花样年华的少女 在作品里出现这样的举动与作为呢 我会分别以角色经历 角色性格 作品行动来解说 当然还有托莫里所写的那些内心话 说到主角这两个字 想必就是指在整部作品发光发热 抢劲风筒的角色吧 我不敢说有没有其他作品会特立独心 但大部分应该都是如此吧 这不就是个大废话吗 不过呢各位在看这部作品的时候 肯定会觉得 诶这部作品的主角到底是哪一个啊 是龟国女子爱音还是哈哈压力怪利希 还是大师母爽事 亦或是本人系行动派猫猫 那其实说白啦 这部作品谁来当主角都可以 就连将来可能为何麦狗打对台的想主席也是可以的 那木头人呢 你还是去种瓜吧 不过麦狗的话 我们就只讨论这五个人 同一条剧情线 导入不同的人物 都可以写出一套对剧情不同的看法 因为麦狗每个角色都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性 不过本质上还是一部青春群像剧啦 以阿诺和托莫里为主线来发展整个故事 动画组从不浪费每个分镜 人物中的每个细节动作及台词都有十度留白 让吃瓜观众有着无限脑补的空间 这也是麦狗这部作品渲染力强的原因 让群众们仿佛跟着这群花季少女一同迷茫及纠结 身为要角的托莫里 气场看似会被其他四个人给压下来 洛气的她却又是贯穿了整个剧情的重要角色 如果托莫里不是这样的性格 便不会在机制本里写下她对于自己生命的呐喊 也就不会被翔子挖掘出来写下那首沉重又唯美的春日影 也就不会有后面的故事了 在动画首播的章话里 透过3D运镜的优势以托莫里的视角 来让观众经历一次她过去的回忆 其中有些镜头则是以不一样的视角去掩饰同一个场景 透过这名群似女孩的独白 也能让观众更能曾经在动画组所想传达的讯息 托莫里那个诺大却又孤独的世界 第三话除了托莫里以外 对于翔子为何蜕变成翔主席 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一话 不过还是在这里卖一下关子 之后再和大家说说 好我们回来说说托莫里的童年吧 小时候她是个和正常人不在同一个频道的孩子 难以融入人群喜欢活在自己内心的小小世界里 收集石头观察自然不散社交 总是和其他孩子表现出不一样的行为 美序的西瓜虫事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想必再往后到托莫里的旧学年纪 也发生过很多类似西瓜虫的事件吧 所以托莫里一直以来都是孤身一人 没有人能够理解她 也没有人尝试理解她 不过托莫里的父母乃至周遭老师和同侪 并没有因为托莫里的特别而排挤她 反倒是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包容与谅解 而托莫里的父母也非常爱她 没有反对女儿这样特别的癖好 圣主爱因进攻托莫里房间角落的望远镜 就是最好的证明 托莫里的童颜并不缺乏家人的爱 这点和之后要说的Saya截然不同 这边就偷偷卖个关子吧 那为什么在这样环境长的孩子 到了后来还是孤身一人呢 她最大的问题就是 无法接受来自周遭环境的讯息 不擅长与托莫里的孩子交流 很多人都说托莫里具有雅士不过的症状 但我觉得她更像是个高敏感人 对人事物的洞察比一般人敏感 总是比别人看得更通透 所以常给人一种疏离感 同时也是个善良心思细腻的孩子 总是把错误归咎在自己身上 并且不知道怎么把内心的澎湃给传达出去 神游元公菲娜在第三集 把托莫里这个角色纤细脆脆弱的性格 演绎的淋漓尽致 托莫里就像春日影歌词写的那样 痛心又冷的恋爱 是个古怪天然呆又容易让人寄起保育的孩子 我从小就觉得自己偏离的这个世界 有感觉到自己与常人不同 这是来自托莫里内心的自白 让我想起了知名日本无来拍作家 泰宰子的人间诗格 了解出名门的大庭业障从小就惧怕人类 无法理解人类的任何行动与思维 因为从小就意识到自己与其他人在行为思想上的差异 大庭业障选择以小丑一角掩饰真正的自我 避免于人在想法上有冲突 于是他封闭自己的感知 用搞笑来逃避掩饰内心的恐惧 表现上虽尽力服务的人类 事实上只是个游离在人世间的逃亡者 大庭业障在人间诗格里极力成为社会化的人 内心饱受煎熬 如临时般苟延残喘 未逃离炼狱 接连自杀多次 泰室将痛苦化为深刻的文字 透过虚拟人物将想法诚实道出 同时一张白杖在每个人心中的那个泰宰字 显灵灵的给挖掘出来 而我们的托莫里在温柔的邦邦世界 并没有走向沉沦破灭 他遇见了能够理解他的人 想此打开了托莫里心里的窗 使得高级的月光得以透进有暗的心房 泰宰字在人间诗格里写的名句 诺夫连幸福都害怕 碰到棉花也会受伤 正如同春日影歌词写的 虽然幸福却感到十分惧怕 这话语表达了他对于幸福的恐惧 认为感受幸福只会带来伤害 泰宰字这种对幸福降临的惧怕 或许能从东亚文化根源中略解一二 这以后或许可以单独做影片讨论 通理能和祥子相遇 无疑是感到幸福的 但这样的美好又能持续多久呢? 人们常说的第一次总是最美好的 风车祥子的出现 入侵了托莫里 原本一层不变的灰暗世界 而这灰暗的世界也在克莱喜 这支乐团成立后逐渐有了色彩 第一次遇上和自己对平的人 第一次开口唱起了属于自己青春的乐章 第一次有人从托莫里灰暗的内心世界 伸出手把她给带出来 这个女孩在克莱喜 度过了一个不平凡的初衷时光 托莫里的生活逐渐被祥子的色彩给填满 祥子将她带进了自己 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去到的地方 克莱喜这个悲伤且又优雅的乐团名 僵刻在托莫里类心里 则是她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归宿 我料在托莫里心里伸出的希望 离成为人好像又更近了一步 但在这个被称为克莱喜的地方 托莫里依旧是被大家保护起来的那一个 想知道老婆爽事妈妈利息铁粉木头人 你还是回去种瓜吧 与克莱喜共同组成托莫里成长时光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这一切的一切都被这名雅思女孩 记录在笔记本里 在日后这本笔记本也占据了Michael 歌曲很重要的一部分 从而诞生另一经典邦邦神曲 纯日盈 我知道你们现在想什么 想你我已经把你们准备好了 纯日盈在Michael这部作品的地位 我想各位看官肯定是不用想也知道的 在我们观众心中的分量肯定是第一名 某部分这首歌也是一首爆破神曲 直白强烈的歌词表达 透过这名雅思女孩内心世界的呐喊 将自己积累在内心深处的歌词 从口中唱出来 春日盈名义上虽然是属于C团第一首歌 但小妮认为更多的是 托莫里写给翔子的内心话 不善于表达的托莫里 被翔子如火车头般拉着往前走 带进了这片彩色世界 没有相似的出现 肯定也不会有现在站在这里唱歌的托莫里 要说是对于日常生活的记录 托莫里在这里更多的是对翔子的感谢 特别是这里托莫里对翔子伸出的手 大概就能略值一二了 而翔子在这一画里也对托莫里说出了 一定要写出配得上托莫里歌词的曲子 这团的托莫里第一次和周遭人物对上评了吧 这一切的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 然而这一切却在第一次的live后 假然而止 翔子带给托莫里一切的幸福 在那午后的暴雨过后 又三自收走了一切 留下了错误的托莫里 带给托莫里对于乐团解散挥之不去的阴影 也埋下了翔子日后成为翔主旗的伏笔 那一天翔子到底看了什么 翔子究竟为什么要退团 到现在都还是个谜 只能等待后续母基卡的剧情啦 这里就让官方卖个关子吧 然而时日不长 翔子离开直接造成了C团的解散 分别对于Ricky、Saya、托莫里 传承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当然我们这里大部分只讨论托莫里 木头人嘛 他依旧还在中瓜 C团的解散给托莫里造成严重的打击 原本就具有强大中立场的他 这下陷入自责的漩涡 不过身为旁人的我们 肯定会如圣族大安音所说 我觉得这根本就不是托莫里一个人的错 那为什么托莫里会把自己说成是自己害乐队解散的那么不堪呢? 这就要说到人格特质啦 从剧中托莫里的言行举者来看 用NBTI 可以加用化分为INFP人格 也就是调停者 内向具有很明显的社交障碍 面对来自响指奇怪的推断宣言 托莫里并不像Licky 一把火直接怒推响指 并开始责备响指 后续剧情甚至觉得解散的过错 都是响指造成的 这里就和托莫里有着天狼之别 他是过度包容的理想主义者 当然后续剧情也是一样 托莫里总不会立刻怪罪别人 而是将追过往身上懒 集体做到了他身为调停者人格的特质 而这样的他永远也找不到纠正别人错误的方式 所以面对响指这句话 托莫里马上就会将这句 可能是响指无奈的谎言 放大成是我唱得很差 是我害了大家解散的这个乐团 而托莫里也就这样看着响指离开自己 一句话也没有说出口 托莫对视看似近路之事 却犹如相隔一片海 托莫里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乐队 而是能够引导他往前走的火车头 直到那名从英国会谈的少女出现 好说完托莫里这个人的性格 因为篇幅的关系 就在这里告一段落吧 安诺的出现究竟让托莫里做出了什么改变 而这个乐团到底会经历什么样夸张的八年党剧情呢 都会在下一期做书解析 喜欢这部影片 请别忘了点赞分享加上订阅 股市很仓 尽情期待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